一一生不消 亲总统马英九在爷爷马丽安的坟前上香献花 大姐马以南 二姐马乃希也一起拿香祭拜 其他两姐妹站得比较远 马英九与祖父从未谋面 终于在马英九73岁 首次踏上中国大陆祭祖 有了第一次接触 亲爱的丽安公公 男后故事英九 马英九用着不太流利的湖南长沙画念祭文 全程神情肃穆 念祭文时只要是时间序 马英九皆用民国 还讲了自己过去 曾担任总统 两个在大陆很敏感的字眼 马英九念祭文时 姐姐们在旁不断用纸巾擦拭鼻子 念到最后马英九开始哽咽 亲爱的公公 我是我一生第一次来大陆 祭奏于探琴 我内心非常感动 那以训我们子女都懂得自爱自讲 随后马英九和四姐妹在祖坟前合照完成了祭祖 随即驱车前往老家探视 马英九此趟大陆行最重要的祭祖 四月一号展开 念祭文时他也强调自己单任总统八年任内 成为了台湾与大陆隔海分至七十年来 最和平繁荣的阶段 TVBS新闻陈旭 李敏珍湖南湘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